苏州的平江路 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进出 一条具有历史感的巷子里 藏着各式各样独属于苏州的味道 轨角处有这样一家店 斐然盘艺馆 在这里是盘扣的天地 充满东方亚运的盘扣 是代表中国的盘扣 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我之前是服装设计毕业的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有 还没有中国风那么兴起 传统文化并没有像现在那么风行 然后后来我们有年前的时候 才慢慢的开始接触 就是有一些中国元素的设计 还有气泡也开始风行 然后开始慢慢制作盘口 因为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不可能我们平时经常会穿得到气泡 提高它的实用性 这样的话就能让更多的人可以拥有盘扣 因为热爱 所以不断追求探索 经过几年时间的历练 杨斐然在盘扣制作上独成一派 平时有很多人前来学艺 一做就是一整天 旁扣结合缝 包 缠等多种古老工艺 文化底缘深厚 同时也十分需要耐心 有时少做一个步骤 作品就不尽人意 但是后来因为传统文化新盛了以后 是台湾有一些师傅 他们把一些比较技巧类的东西 带了带了来 然后我们这边又开始推广 才慢慢的兴起的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 斗转星移 时光流逝 有的传统文化已渐渐没落 有些则已被历史的长河所淘汰 只有不断创新 追逐时代的步伐 做到古法与现代相结合 让后人耳濡目染 感受其中的魅力 才能真正发扬光大 渊源流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